我是老胡 欢迎收看胡侃 正在加紧防疫和迎接冬奥会的中国 不时听到外部传来的霍霍魔刀声 就在上周 美日二加二会谈对中国进行了更加露骨的威胁 美国之音的一篇最新评论认为 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角色和使命开始大幅演变 他对加强这一军事同盟应对中国武力犯台 做出了新的重要承诺 众所周知 过去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一直相对含蓄 它的台海政策比美国的要模糊的多 但是现在日本不断表现的比美国还激进 东京将台海冲突定义为存亡危机事态 煽动起了日本民众对台湾问题 射击日本存亡的危机感 在中国的南边印度 一款叫布拉莫斯的超音速导弹 最新试射成功似乎增加了该国的自信 这款射程只有几百公里的导弹 因为速度快一些 被该国舆论称为高超音速导弹 与美国和西方密集关注的中俄高超音速武器相提并论 布拉莫斯与中俄高超音速导弹 显然是截然不同的东西 据美国情报机构描述 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可以打到世界任何地方 而且它的一些物理原理难以理解 有意思的是 中方一直没有证实美方的这些说法 中国的最新核威慑基本靠的是 美方用指控帮着宣传 咱们有也不说有 印度则是自己竖着大喇叭官宣 有依说实 日本和印度的动向很多 我们是否在受到美国与日印加上澳大利亚 密不透风的战略夹击呢 这些最新动向是否值得把我们搞得寝食难安呢 老胡认为我们永远都要留意外部传来的魔刀声 但绝不能被他们牵制 乱了自己的方寸 我们要看清军事安全方面的基本态势 那就是中国军事能力的构建速度 完全能够压倒各种反华军事野心的膨胀 无论美日印澳搞些什么 都难以支持他们在台海和其他中国核心利益方向 与我们殊死一搏的决心 倒是呢 美国和日本正在讨论制定新的高端科技出口管制 跨国机制 并考虑让有着相同意愿的欧洲国家加入 用以阻止中国科技进步 对中国构成的潜在威胁可能更大 然而呢 疫情 美欧供应链失调 还有哈萨克斯坦局势突变 这样的地缘政治震荡 都会冲击美日的计划 世界的未来 并非呢 是他们能够设计的 中国需要更强 这是我们解决所有问题的利润 只要我们军事足够强大 经济规模呢 大的外界 想制裁都无从下手 台湾问题怎么解决 就绝对北京说了算 美国在出兵问题上都态度模糊 日本他更翻不了天